判断一个男人是否值得相伴一生,主要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五个特子。 老一辈的人经常说,男怕入错行,女怕嫁错郎,这句话时至今日都非常有道理。 一个男人如果选错了行业,就会耽误他的一生,导致一辈子都碌碌无为。 女人亦是如此,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,就是嫁对人和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。 女人如果嫁对一个好的丈夫,可以使自己的后半生都幸福安乐。 相反,如果嫁给一个好吃懒做,毫无上进心的人,就会苦恼一辈子,受穷一辈子。 所以女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,一定要看看这个男人是否具备以下五点。 第一点,有没有散心和散念。 人们常说,心无散念,就则成不了大事。 一个男人如果心中没有一点散意,做事情只会投机取巧,坑蒙拐骗, 那么这样的人无论再怎么努力,都很难成大事,还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很不好的口碑影响。 所以心中没有散念和散心的男人,要尽早远离。 第二点,坚持和毅力。 放弃一个东西很容易,但要你坚持做一件事是非常不容易的。 当今社会,随着工作的多样性,人们的离子率也是非常高的。 有些男人无论是做什么事情,他都没有坚持能力,做事情总是三天打鱼,两天赛网。 基本上两个月一换工作,做事情毫无毅力。 这种人会经常给自己找借口,一遇到困难,第一时间想的不是如何去解决,而是选择逃避。 殊不知这种做法是非常可悲的。 因为当你频繁换工作时,你就会挑花了眼,久而久之即使有好的工作,你也把握不住。 第三点,能够良好的经营好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家里亲人的关系。 随着社会的变革,婆媳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,会做人的男人会把婆媳关系处理得非常好,也会把身边朋友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。 如果你找了一个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很差的男人化,会影响你往后的生活,以及和未来婆婆的关系。 请伤感的男人不仅内心想法丰富,做事情头脑还会给人带来一种非常棒的安全感。 第四点,遇事情讲道理,不乱发脾气。 在生活中会遇到很多挫折与困难,有些困难是因我们而起,但也是有些突发情况,所以做人不要怕遇到困难,就怕遇到困难不知道该如何解决。 如果你现在的另一半没有一点解决问题的能力,那么相信你以后的日子也是非常难过。 第二,遇到脾气大的男朋友要尽早远离,因为这种人无论你对他再好,他都不念旧情,甚至还会做出伤害你的事。 第五点,会给你们的爱情加温。 感情前两年是最有新鲜感的,两个人有着聊不完的话题,说不完的乐趣,但是随着时间的流失,两个人的感情难免会出现隔阂,所以这个时候就得需要另一半。 给自己爱情添油加储,时刻保持活力,偶尔会给你制造一点小浪漫和小惊喜。 反之,如果自己的另一半只知道工作挣钱,不懂得敬意你们的爱情和生活,那么你们婚后生活一定很无趣。 说到这,你还不赶快去看自己的男票是否具备这一点。